来处理很多的事情 这一堂我们要特别讲到管理 那这个也是在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讲到管理的艺术 第一个问题就是教会成长需要管理吗 需要管理吗 很多时候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指的教导就说 只要祷告如今教会就成长了 答案是错误的 我们看见管理其实在教会里面 或者在神学院里面很少教导的一个课程 好像我们以为大家都会了 以为这个事实是理所当然自然而会发生的 但事实上你看见多少教会的问题都出在管理的问题 是神学院很少去教 在教会领域里面也很少教 觉得那是人的方法 只要我们祷告如今事情都会解决 但事实上不会如此解决 所以我想我们真的需要花点时间来 当然这堂课只是简单的告诉你一些观念 但是我们真的需要在这些事情上来学习 如果你真的想要在侍奉上能够看见果效的话 管理是不可少 首先第一个管理能够使异象实现 管理能够使异象实现 你知道每一个主日崇拜 每一个讲道当中 你都会听见在讲道当中有多少好的idea被讲出来 但却很少这些good idea能够被执行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在讲道当中很容易讲很多的意象 很多觉得神的心意 讲到说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大家阿门阿门阿门 但如果你没有管理系统跟制度在里面 那你这些意象就是变成空谈了 空谈 最明显的一件事情就在教会里面 我发现常常我们很容易强调很多事情 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 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当中跟他们在讨论 教会需要什么 他们都讨论需要下一代的事工 我们需要加强下一代的事工 讲了很久 那我再一看 我说把你们的budget给我们看一看 budget给我看 他财务预算给我 我一看预算里面 第一个 根本没有任何下一代事工的人事费用 我说你这么强调 你人事费用从没有编 说要请一些同工来带领下一代 你告诉我你重视下一代 你什么意思 没有budget就没有ministry 很简单 你给我看budget我就知道你看中什么 所以管理系统很重要 你不要只讲一大堆 可是我一看你budget没编 那你就跟我讲的是白讲吗 意象不可能实现 没钱怎么实现 永远没办法实现 所以我们看起来很重要 如果说我们要有很多的理想 很多的意象 你一定要透过管理制度 这些意象才有实现的管道 第二管理能够使教会肢体功能发挥 管理能够使教会肢体功能发挥 教会总是要能够人尽其才 你们想到过今天你教会里面有哪些人才 你们想到过 或者你现在手边的同工是有哪些人才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多半在教会里面 想到服事的时候 我们只想到哪些人呢 我们只想到祷告 谁可以祷告 只想到茶经 谁可以带茶经 讲到敬拜 谁可以带敬拜 所以我们想来想去 就想到这些人而已 所以难怪在教会里面 如果有些人既不会唱诗歌 祷告也祷告不大出来 读经一读经就睡着那种人 他总觉得他根本没有恩赐 他也觉得他根本不可能侍奉 他根本不觉得 你也不会考虑他 但事实上难道他没有恩赐吗 他不是神国的人才吗 他是的 但只不过在教会当中 我们好像永远只看见会带茶经的人 会祷告的人 会带敬拜的人 其他好像都不是人才 其实你错了 神给你很多的人才 神给你很多的资源 请问你有哪些人才 第一个人家想这件事情 管你能够帮助你 能够看见原来我有各式各样的人才 你需要把不同的人才放在不同的位置上 你看见教会才能够成长 其实我们看见现在在整个时代在改变 真的很多 以前我们常常用的方法 现在不见得能够用得上 年轻人你看见他既不看电视 也不看报纸 那到底你怎么reach out到他们呢 怎么样用更多的网路呢 这种传媒呢 就是social media呢 这些东西都是过去我们觉得不需要的人才 但事实上现在很需要咯 否则你做个开个办个聚会 怎么交请啊 去哪里邀请啊 你没有social media 你简直没有办法邀请人来 所以我们就看见 其实以前你觉得不是人才 其实是很重要的人才 你到底有哪些人才 这是第一个你需要知道 能够使人尽其才 管理制度有制度有位置 你才知道要把人放在哪个位置上 这是人尽其才嘛 物尽其用 你也要物尽其用 我们看见教会的场地 很多时候教会的场地是不是充分的利用呢 资源有没有充分的利用呢 这个都是我们看管理很重要一件 是让教会的肢体功能能够发挥的好 第三 管理那个疏解教会的问题 管理那个疏解教会的问题 你看见 其实教会永远充满问题 请问初代教会有没有问题啊 当然有问题 到第六章就马上就发生问题了 对不对 第六章发生什么问题呢 那算是小的问题了 不像十五章是大问题 六章是发生什么问题 就是吃饭的时候就发生了 你看今天没有管理的时候 你吃饭都成问题 对不对 那什么问题呢 这些 看他们在打饭的时候 你讲我同样的家乡话的 多大一家人一家人 对不对 你讲了什么希腊话的 秉公照办 一个人一瓢 一个人一瓢 但是自己家人 啊自己好 几个眼几个眼 多一点 你就看很不公平啊 很不公平啊 你一开始会对骂说 没有爱心 其实不是爱心的问题 什么结果是管理的问题 所以后来感谢神 当时的教会没有说 让我们祷告吧 这事情祷告也解决不了 是管理的问题 就不是靠祷告了 所以他们选了七个 被圣灵充满的人 去管理 犯事啊 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我们看见 管理是很重要 对当时来讲 的确解决当时的一些问题 第二我们看见 没有制度所带来什么问题呢 如果没有制度的话 第一个 就是分工不清楚 分工不清楚 教会小的时候 就大家一起来做事 大家都是自己 大家好像排椅子啊 自己排啊 大家一起 努力一下都做完了 可是教会成长 就发现 当教会越来越大 大家的事 就是没人的事 OK 教会小的时候 大家一家亲 大家一起做 教会大了 大家的事 就绝对是没人的事 明白这句话吗 是大家的事 就绝对是没有人的事 就比如说 当我们教会搬到 现在这个Building 2003年的时候 我们教会本来 从一个很小的地方 搬到一个很大的地方 现在我们的Building 是非常大 是Huge 我们那个时候进来的时候 哇真的是 所以难怪一开始 人家进来觉得像冰箱一样 哇那种冰冰的教会 所以很多工作 就是没有分配 没有分配的好 有一件事情 就没人做 什么事情呢 就是教会里面 这些室内的职务 就没有人浇水 没有人浇水 那没有人浇水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慢慢死掉 甚至倒下来 更严重的是 我主任牧师办公室 前面那棵树倒了 你知道在灵恩教会里面 主任牧师前面的树 倒了多么严重吗 太严重了 属灵征战啊 魔鬼攻击啊 其实是没人浇水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你看分工不清的缘 很多时候就带来 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见分工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制度 分工不清楚 你发现教会每一个工作 都需要destinate有人来做 所以宁愿很多的box在这里 可是每一样工作都需要 也可以有一个人 可以cover好几样工作 也没关系 你一定要非常清楚 教会有什么工作 一个box一个box 把它画出来 每一个工作都必须有人做 否则就会有像我说的那种事情 而且每一种服饰都需要一个负责主导的人 每一个box都需要一个负责主导的人 像我们教会每推定一个新的事工 我一定是先找到负责主导的事工 我才来推动 我绝对不会因为说 现在还没有主要负责的同工 我自己先来做 那只有在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可以 教会一开始成长 我就宁愿找到负责主导的同工 我再来推动 我绝对不会一个人先下去做 因为如果一个人先下去做 你是将来就 哇 everything都在你手上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负责主导的同工 而且 你一定要抓住那些有影响力的人 很重要 教会里面有影响 而且我这些年有个秘诀 越忙的人你越要找他 你千万不要害怕 很忙 没时间 不要弄你错了 越忙的人你越要找他 因为越忙的人表示他越能够分配时间 他才这么忙 他可以分配得了时间 越忙的人他越懂得管理他的时间 越忙的人表示越能干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越忙你越要找他 但我找他总是不会说一家高 我找他先找他吃个饭吧 跟他谈一谈 把我心中的梦想跟他分享 把我心中的火热 那种声音给我 一直想跟他分享 然后跟他谈谈谈谈谈谈 最后他 哇牧师太棒了 我也要参与 我要来做 OK从那天开始就是他的责任 就不是我的责任 只要他get it 我就可以放手 我不用管 是他在做 像我们教会建堂工程 这次我们也是 建堂工程 要见个两千人的会堂 我actually很多 不是你忙手 我说没有 因为我已经把他丢给建堂委员会主席了 他现在在忙的不得了 我不用忙 我根本没有参加过建堂委员会的会议 都没有 他们只是跟我讲一讲 我说OK就好了 因为他在做了 是他在做了 这些人很能干 这些人忙非常能干 做得非常好 就是因为他这么忙 这么能干 所以我就跟他谈 然后想法 梦想 跟他讲 最后成为他的梦想 事情就成就 你一定要有一个负责 主导的一个负责 你真的是 做领袖 你一定要把你的意向 communicate 沟通 这很重要 让别人catch到你的意向 这是每一个领袖 绝对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 你心中的图 还要很清楚 如果你不清楚 回到上一堂课 你要祷告 求神让你看 做什么 然后你才能communicate 才能communicate 所以制度带来问题 第一个分工不清 第二个 职权不明 什么意思 到底谁 可以做决定 这是个问题 到底谁可以做什么决定 这是每一个教会 每一个level都需要问的问题 到底谁可以做什么决定 这个决定应该谁做 要搞得非常清楚 搞不清楚 就职权不分 搞得大家都不愉快 每一个位置的决定 谁要来做 要非常的清楚 否则他所有的责任 都到你身上来 真的 所有的决定都回到 当然问牧师啊 Everybody问牧师 那不是你所有的事情 又揽回到你自己身上来了吗 你三头六臂都解决不了 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 每一个位置的决定 是谁要来做 就像我们教会 如果有人到我面前来说 牧师 我是另外一个教会 敬拜团团长 很会唱诗带敬拜 敬拜团 我第一个反应是 我无权决定 请你去找我们敬拜团团长 你去跟他 他们还有audition 还要来 发音练习 看看他的决定 不是我 是他的决定 我绝对无权决定 所以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就不会越权 因为太多的牧师会越权 到最后人家说 牧师那你决定好 不干了 很多人不是不想服事 还是觉得 反正你也不给我权 我也没有决定权 到最后都听牧师 我干嘛呢 多半很能干的人 慢慢都不想服事 越能干人都想自己 做点决定 对不对 都想自己 有我的ministry 你一定要给他一点 决定的空间 让他觉得 我是个 还是个leader 对不对 所以职权要分很清楚 每一个level 每一个东西的决定权 在哪里 一定要搞得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你说牧师 这样授权会不会很危险 当然很危险 有什么不危险 没有什么不危险的事情 但是 很重要就是说 你除了授权之外 你需要 evaluation 评估的制度在这里 教会也是很缺乏 这种评估的制度 在我们教会里面 一定有评估的制度 就是我们会evaluate 觉得你做得如何 会稍微跟你谈一谈 那我们也有任期 任期是好的 有任期呢 至少是一年任期 两年任期也好 至少 找一个好的下台阶 对不对 否则的话 你说好像永远同工 那就完蛋了 很难下台 你要下台就很没面子 你要下台就等于 他要离开教会了 等于是这样 所以有任期有点好处 是可以protect 一年到期 我们要改换同工了 大家就 或者是任期到了下台 是很容易下台的 这个可以让你说 你说很危险 授权很危险 yes 是有危险的时候 但是呢 你也要这个 就譬如说 我再举个例子 你叫什么 什么叫授权 有时候 的确 当我授权给他 做一些事情 结果他做错 他做错了 那你要怎么处理 他也做错决定了 你要怎么处理 我们常常会急的 出来出面 纠正这个错误 那你就错了 你应当的做法是 既然是他做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错了 你应该个人先跟他谈 嘿 跟他讲 这个是错误的决定 然后请他自己去announce 我要修改这个决定 不是你去替他announce 是他要负这个责任 所以你是要 看他犯错了 直接跟他谈 他是真的错了 怎么办 是他自己需要 去弥补 他自己需要修正 他需要announce这件事情 是他得take the responsibility 不是你 如果你一step in 就完了 他不会再进来侍奉 他别人也看在眼里 他别人也不进来侍奉 所以这个授权就在这个地方 的确是有危险 但是透过evaluation 透过正常的沟通管道 我们是能够慢慢培养这些同工 慢慢起来 事实上谁不曾犯错呢 所以我们也容许他们在犯错的过程 能够成长 那这是我们希望做成的 第三个带来的问题叫公私不分 什么意思叫公私不分 就是说常常牧师是好像特殊分子 好像不在制度之内 我是牧师 OK 牧师就算了 反正所有的制度 牧师都不管用在牧师身上 很多教会就变成这样 好像牧师的特权 所有制度都不管用 弄错了 我意思是说牧师不应该在体制 应该在体制之内 我们应当跟这个制度一样 所以我们跟大家都一样 都在这个制度的范围里面 那所以牧师也应该按照制度来运作 才可以这样 那我们看见 这样子大家才有那种公信力 公信力 就好像很简单 你说这个 比如说教会如果聘用 同工有没有制度呢 那是说牧师一句话就可以了 牧师说用它就用它呢 还是说每一个位置都应当有制度 应该透过 像我们教会任何 要hire任何一个人 要聘用任何一个人 都需要三个人的面谈 这是我们的规定 起码三个人 不是只有牧师一个人的面谈 是三个人的面谈 三个人都同意 通过才能够雇用这个人 就不要让牧师变成一个 是制度之外的人 要分得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否则好像 以至于大家对整个教会 失去那种公信力 失去那种公信力 第四 这个是中国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人事纠缠 总是对事跟人搞不清楚 讨论事情 永远要针对事情 而不是针对人 在中国文化里面 是永远搞不懂的一个事情 搞不懂的 中国人开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会议中都不讲 开完会拼命讲 这中国教会里面 开会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在这里 那其实应当正好相反 在会议当中应该拼命讲 开会完了就通通不讲 这才是正确的 而不是在会议当中不讲 会议之后拼命来讲 拼命来讲 我们常常不懂得怎么去处理 彼此的这个意见的不同 我们应当真的学习就是 真的是 always在讨论当中 针对事情 不针对人 而且呢 在我们教会有一个规定 就是任何会议当中 因为我这么多年在教会 发现这非常重要 我常常一直在跟同工强调一件事情 我说我们在会议当中 可以大家表达不同的一点 你尽量表达 我容许你通通表达 你怎么样再反对 我的一点都可以表达 但当我们一做了决定 那就是我们一致赞成 没有说上会 开完会之后 我其实没有投赞成票 是他们投的 我没投 这种人下次绝对不可以 做成功 这非常清楚在我们教会里面 如果你有任何意见 在会议中表达 一旦我们达到共同意见 那就共同意见 没有人说这不是我的意见 这就是我们的意见 没有人可以告诉任何人说 我没有投赞成票 这是开会礼貌 如果这开会礼貌你不懂 请你不用做同工 根本不qualify做同工 这很重要一个原则 在中国教会 我发现中国教会好像就这样 开完会 哇 这不是 哇 搞了鸡飞狗跳 鸡飞狗跳 大家一定要有这种 开会的common sense 针对一个事情 我们能够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 那我们看其实这个 如果这些东西能够化解 其实教会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困难解决 不是那么困难解决 没有制度带来这些问题 分工不清 职权不明 公司不分 人事纠缠 那必须有什么制度呢 必须要有的制度 财务的制度 财务一定要有制度 那最简单的就是每一个月 教会都应当把财务报表 公布给弟兄姐妹看 财务一定要透明 财务要透明 让大家能够很清楚地知道 那特别在奉献这件事情上 中国人常常有很多的一些 转账的这种行为 财务则都需要很清楚地建立起来 才不会有人误用跟滥用 宣教也需要有制度 宣教需要有制度 请问谁可以去短宣呢 你有没有想过 谁可以去短宣 资格是什么 请问哪些单位 宣教机构我们要支持 很多人单位来 有什么criterial 说这个单位 我们支持那个单位不支持呢 你做教会牧师 像我们大家会牧师 多少人来说 刘牧师请你支持我 那我们怎么办 你如果没有制度 怎么去决定 是我决定吗 千万不要我决定 那我完蛋了 大家我 人家都找我 都是不是我决定 我先叫委员会决定 第一个 不是我决定 是有一个制度 有一个委员会决定 不是我一个人决定 委员会决定 委员会有一个制度 有一个criterial 有一个它的标准来决定 为什么我们可以支持 不是支持 都有一个标准 有一个制度在 然后我们才可以决定 这个支持 这个不支持 所以我想在特别教会 要有制度 这些都非常重要 聘用人的时候 也同样 谁来决定 聘用谁呢 谁来决定 有没有面谈的过程呢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一些原则 而不会说 我很喜欢他 就让他来教会做秘书 那我绝对不应该这样发生 第四个要把同工放在 合适的位置上 那当然很重要 个境其才 人境其才是很重要的 那把同工放在 合适的位置上呢 第一个是 按照个人的个性 我这些年 越来越觉得 个性是很重要 我们常常在 在教会当中 很少注意到 个性的问题 但事实上 我们只要 只要灵性 但事实上 个性 是影响 侍奉 非常重要 所以为什么第一堂课很重要 第一堂课想认识你自己 这很少 很少人强调这些 但我觉得非常重要 你的优点是什么 你的 个性上的强项是什么 你要非常的清楚 我发现这个影响 事奉非常的重要 同工过程也是这样 你怎么把这个同工 放在这个位置上 是跟他的个性有关 不但跟他 N次有关 N次当然有关系 但是 个性是有关系 对 你比如说请一个 你要做一个 Gritter 教会的 Gritter 问安天使 你找个问安天使 你要找怎么样的人 你要找乐天派的 哇 好高兴啊 欢迎你啊 欢迎你啊 耶稣爱你啊 那种 你不能找个闷烧包 在那里 在那边干嘛 不行 我看到有一些人 在教会做招待 招待那个脸 就臭臭的 你知道 然后把招待 bulletin给别人的时候 脸也不看 他就这样 这什么招待啊 这没办法 招待就不可以 这样招待一定要 哎呀你好啊 早啊 对吗 你一定要找比较三八的人 对不起 来讲这种事情嘛 所以就 你这个搞清楚 你这个什么工作 就找什么人嘛 所以不是说 随便找一个人 这跟个性很有关系的 你要做团契的 团契的康乐 你也要找些很乐天派的人嘛 你这个 就是说你找不同的人 要做不同的人 譬如你找团契的主席 或者叫 你要找 哎你就 这个主席就是要比较稳重的一点的嘛 你不能找 很不很大 就觉得很不安全感的 这都有关系的 不要只是灵性 灵性当然很重要 只是我说 你有时候不要忽略的个性的重要 个性的重要 所以 按照个人的个性是很重要 那也是按照不同的恩赐 当然恩赐也有关系 恩赐也有关系 那 按照他的恩赐 在哪一方面 当然我们让神能够来发挥他的恩赐 接下来比较重要 我们讲下面这个问题是比较重要 就是怎么样处理教会所预见的瓶颈跟问题 怎么样处理教会所预见的瓶颈跟问题 瓶颈跟问题 如果你碰到一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 你一定要诚实并且谦卑地来面对问题 诚实并且谦卑地面对问题 你一定要自己学习问尖锐的问题 OK 就是什么叫尖锐的问题 就是英文叫hard question 就是很难 就是需要问 但是很尖锐的问题 你千万不要等别人问 同样一个问题 如果你自己先问出来 代表你有领导力 如果别人先问出来 就带给你压力 什么意思 比如说教会人数减少 你先提出来 嘿 为什么教会人数减少 代表你有领导力 如果别人先提出来 哎 牧师啊 教会人数减少 哇 带给你压力 不是吗 所以你最好自己先问尖锐的问题 again代表你有领导力 怎么样问尖锐的问题呢 数字是有帮助的 数字有帮助 人数 骗不了人啊 人数是很重要 你看见 人数是不是在成长呢 还是在地节呢 还是时平呢 如果你教会人数一直时平 那我还是要鼓励你一下 因为其实平均 因为其实平均教会一年 因为弟兄姐妹 一的是搬家 或者是有家庭的原因 个人的原因 患工作或者是死亡等等 很多的原因 基本上一个教会 正常的流失率是10% 平均流失率 所以如果说你教会一直时平 表示你是有10%的成长 哈利路亚 只不过因为另外10%的自然流失率 所以你还是时平 所以给你带点安慰 稍微一点安慰 但是不可否认的 长远来讲 你还是需要看人数 至少到底我们人数是往上走的trend呢 还是往下走的trend呢 这要搞得非常清楚 那很多人就是常常不想面对人数的问题 就甚至有些教会不属人数 那个这个 很多教会不属人数 他们觉得还蛮属灵的 有些觉得很属灵 其实我记得这个 这个Rick Warren就是这个 写那个 Rick Warren就是那个 叫那个什么 他的写的书很出名叫什么 不要跟人生坐着那个牧师 他讲了一句话 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说那些 只属奉献 而不属人数的教会 是看中马门 过于看中灵魂 听懂没有 那些只属奉献 而不属人数的教会 是看中马门 甚于看中人的灵魂 哇 很严重 大家开玩笑这样讲 但是的确 很多教会都属奉献 没有教会不属奉献 一毛钱一分钱 都算很清楚 没有教会不属奉献 但有些教会说不属人数 其实是错了 你应该属人数 为什么 因为人数能够帮助 你看见你教会成长的光景 还是要看 我到每一个教会 第一件事一定看他人数 第二件事一定看他奉献 这两个数据都非常重要 人数 可以代表你的成长率 奉献 代表你的教会的成熟度 对不对 因为主耶稣说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 就在哪里 所以看教会的奉献 我就知道你会中的心在哪里 在不在教会 在不在教会 是不是很成熟的基督徒 这个很重要 人数要看 奉献也要看 第三个 你说多少钱啊 那没有这种统计 每一个教会各式不同 你知道吗 没有这种统计 而是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这个教会 看见人数 多少人 然后看见他的奉献数 然后看看这个background 是怎么样的background 是白领阶级 蓝领阶级等等 你大概可以有个idea 有些教会怎么搞的 一个礼拜才200块钱奉献 我就知道 哇 差太远了吧 又不是说这二三十 一百人还200块钱奉献 有点问题了 等等的 稍微是不是比例相同啊 我们明明要讨到 能说一下 数据应该是多少 不要说这个数字 我们教会是不行啦 这个数字很大 你不要不要不要 不是一般人的教会 通常你一般的教会 大概是一百人两百人嘛 一两百人一般的教会 在这个level 所以你大概从薪水 各方面来比例看看 你就知道说这个奉献 是不是大概是 大家的心在这个教会 所以大概按照这个来看 大概是如此 没有一定的数字 千万不要让一定的数字来看 而且还有就是说 当然这个教会也可能 也许现在经济不景气 还有其他的原因 或者是教会 还有其他不同的project等等 这些都是会有影响的 第三个我看什么呢 看这个趋势 就是人口的就是 是不是越来 虽然是人数持平 OK 可是是不是越来越老化呢 年纪越来越大呢 年龄成越来越大呢 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 这个考虑 人口的分布 那趋势是看 是不是 这个整个是 往上走往下走 还有人口的分布 年纪的老化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考虑 在湾区现在教会 华人教会的确有个问题 就是教会老化 如果你看现在 所有基本的华人教会 同工年龄成越来越大 这个需要 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培育下一代的同工要起来 那我们现在在林阳堂 也积极在要培育下一代的这些传道人 下一代的年轻人 因为我们的同工 我二十年前开始教会 那这批同工跟着我到现在 跟着我一起老了 真的 大家越来越老了 一起老了 那你看见 怎么样把这个交棒给年轻的一代 让他们起来 那这个都是需要 需要我们来思想的一些问题 所以数字 那些数字可以帮助你 那我们人口分布也是 我还记得 其实人口分布的时候 有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就发现 有一段时间 我们教会 以前刚刚开始的时候 单身牧区 大概有三百多人 那我们就 那个时候很热闹 单身牧区 可是后来 奇怪 单身牧区 人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到最后还不到一百人 后来我们注意到这个现象 我们说为什么 现在单身的牧区 还不到一百人呢 后来我们就做下来 思想到底为什么 那对 结婚了是一个原因 但是 这个还不只是一个原因 我们发现 为什么 这个单身越来越不来呢 后来我们发现 是的 结婚了 但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 这些结婚的却不走 不离开小组 这些结婚的couple 就留在单身小组里面 不肯走 因为我们都在这里 很好 当初也没有注意到 就是OK 那结完婚就在这个单身 结果呢 结了婚 还留在小组里面 生了孩子 也还在小组里面 就是单身小组 就变得有couple 有couple 已经不再像单身小组 所以有些单身来到这里 觉得 这好像不是单身 他就开始要往别的 所以就发现 这些结完婚的 都不肯离开 都讲要留在原来的小组里面 所以结果造成原来小组 就新人就不来了 单身就不进来 所以就越来就留在这边 就慢慢慢慢就变成家庭 慢慢就变成家庭小组去了 我们发现原来有这样一个因素在 所以后来我们就定了一个policy 所有在单身小组 结婚的couple 六个月之内 一定强迫离开小组 虽然后来有些人非常不满意 但是我们觉得需要 我说你为这个小组好 请你离开 离开 所以有一阵子 他们就会逼着要进 要不然就自己 再成立一个新的小组 家庭也就是刚刚的新婚小组 新婚的小组 要不然就进入家庭小组 好让这个单身小组 重新恢复单身的那种 那种活泼热情 不是小孩子跑来跑去 单身的看到小孩都不知道怎么办 在那里你知道吗 那他们就 当我们做这样一个改变之后 单身又开始恢复了 小组又开始强壮 我们就发现这个很重要 你要找出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人数会减少呢 那找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你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正确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发现的确 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 单身又恢复 单身又恢复了 所以我们看见 要诚实并谦卑地面对问题 比如说奉献也是这样 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看 其实很多时候 教会奉献少 你怎么办 教会奉献少 很多时候 我看见教会就在讲说 哦 弟兄姐妹 教会现在奉献很少 你们再不奉献 我们就关门了 那我想弟兄姐妹的反应应该是 哦 就快关门了 那我还是先走吧 因为讲要快关门了 这么惨 要快关门了 这永远不是奉献的动作 motivation 绝对不是说教会没有 没有人会因为没有钱来奉献 Come on 没有人会因为你没有钱来奉献 千万不要用没有钱来做一个理由 叫大家来奉献 人们奉献只有两个原因 你要他掏他腰包 只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个伟大的梦想 一个伟大的意象 人们会因为梦想来摆上自己 你一定要给他够大的意象 够大的梦想 其实我告诉你 在湾区 华人 非常有钱 非常有钱 在湾区的华人是非常有资源 各式各样的资源 你光看他们买股票就知道 你光看他们自己投资房子就知道 这么多的资源 这么多的钱财 却没有办法进入教会 这真是我们教会需要思想的一件事 为什么 很简单 教会并没有给你的会众够大的梦想 教会并没有给你的会众够大的意象跟目标 让他觉得 值得我投资的 没有 以至于他觉得 教会根本不需要钱吗 这么一点点就够 干嘛还在奉献 他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看不见这个目标跟意象跟梦想 当你给他够大的梦想 人们会为梦想而奉献的 真的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原因梦想 第二个 是因为生命改变的见证 为什么奉献 因为他看见生命改变了嘛 看见在这里家庭被恢复了嘛 亲眼看见人生命被改变了嘛 他觉得太棒了 我需要为这个来奉献 所以你教会缺钱 你要请大家奉献 最好的就请来做见证吧 让他知道我们教会多棒啊 神的恩典在这里涌流 生命被改变了 社区的见证多好 你看我们做了多少 让他觉得 这是值得投资的地方 不然为什么要把钱 奉放在这个教会里面 见证 找一些见证 激励大家 对教会再一次尾声 再一次对教会的爱 能够被调望起来 两件事情 要不然也够大的目标跟梦想 要不然就是生命改变了见证 让我们看见这个是 能够帮助教会 能够奉献的一些原因 所以诚实并谦卑的心 在面对问题吧 找出真正的原因来 第二 找出问题了 把问题正确地归类 什么意思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 这真是问题吗 有没有想过 这真是问题吗 就好像十年前 我女儿 不止十年前了 十几年前 我女儿 在教会里面染了拳头金法 在我们整个教会里面 只有她一个是满头金法 哇 十几年前那是家里世界大战 你知道 哇满头金法 还得了 你知道吗 真的是 可是那真是问题吗 是要去解决吗 还是那只是文化呢 而今天 其实 你看这些老妈妈都在染头发 红的绿的到处都是 今天也不就是 你现在就是问题吗 没有啊 今天哪个不是 年轻女孩子满头金法的 到处都是 对不对 你也在染法 我也在染法 大家在染法 文化呢 还是问题 你要跟着搞得 这个断绝妇女关系吗 你要真的需要 这么厉害解决吗 需要解决 No 这真的是问题吗 要搞清楚 打鼓是问题吗 还是文化呢 音乐是问题吗 是文化吗 一定要搞得 大家是对抗吗 真的是问题吗 搞清楚 不要搞了一大堆 解决一个 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是 真是问题吗 如果真的是问题 就问下一个问题 是属灵的问题吗 我告诉你 在教会里面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问题 都不是属灵的问题 都不是 如果是属灵的问题 那太容易解决了 如果你发现 属灵的问题 立刻 认罪祷告就好了嘛 大家认罪祷告 就很简单 如果是属灵的问题 太简单了 但百分之九十以上 绝对绝对不是属灵的问题 那什么问题呢 管理的问题吗 多半的问题 都是管理的问题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分工不清楚 职权不明 公司不分 人事的纠缠 多半都是管理的问题 所以有时间 你自己真的需要 去看一些管理 这些年 我其实读非常多 不同的书籍 不只是属灵的书籍 我也读很多 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书籍 管理书籍 世界的潮流 趋势的这些书籍 我观察一下 这个世界上人 他们所看重 想要注意的是什么 我看非常多 这些世界上的书 能够帮助我 充实我自己 那管理的书更是 因为在教会 很少人讲管理 我需要去读一下 管理的书 能够帮助 我知道怎么来管理 整个教会 所以是管理的问题 多半 第三个呢 是沟通的问题吗 True 多半的问题 也都是沟通的问题 因为很多事 真的 不是像你所以为的 很多事 真的不像你所以为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看Super Bowl 美国的超级杯 这个足球赛 超级杯足球赛 最好看的 都是中间的广告 除了看球赛之外 其实最出名的是广告 很特别的广告 他有一次有一个广告 他就讲 就是 讲到一个年轻的男孩子 在做菜 等他女朋友来吃饭 然后他准备邀请 所以他在厨房里切菜 再煮一锅 番茄浓汤 切菜的时候 忽然间 他家那只猫 就从碗柜上跳下来 一不小心就 踢翻了这个锅子 这个整个番茄浓汤 就杀在地上 那他刚好踢完 没想到他自己也 他好 掉在这个整锅汤的里面 哇 一直尖叫 他就一看到猫 掉在这个番茄浓汤里面 赶快停止切菜 一手拿了刀 一手赶快抓起猫出来 一红玲玲的猫在那里 就在这他女朋友走进来 一手拿了刀 一手充满番茄汁的猫 忽然间就 下面一行字 很多事不是像你所想象的 的确是这样 在教会里面你看见 我们需要沟通 因为的确很多事 不是像你所想象的 Amen 你的沟通有通吗 很重要 真的有通吗 很多时候牧师以为 在教会主日崇拜 讲完了一篇精彩的道 那下面就全部认同 其实错了 当你讲完精彩 才讲到的那一天 那一刹那开始 才是辩论的开始 你以为讲完道 天下太平通通认同 没有 其实才是跟争论的开始 才是争论的开始 你以为大家都通 其实都不通 都不通 所以换句话说 除了讲道之外 你需要有别的沟通平台 有什么管道可以沟通 意见可以发表的呢 有人说意见箱 Bad idea 意见箱是非常Bad 不好的Idea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放意见进去 你做得了吗 你做不完 你也做不了 OK 你做不了 他说意见点 你也不做 那完蛋 千万不要放意见箱 Terrible 要透过不同的沟通管道 沟通的平台 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小组吗 小组长是沟通的平台 区目是沟通的平台 小组真的是很好沟通平台 透过小组长 你知道小组才做些什么 想些什么的 讲些什么 因为他们最直接听见小组的 feedback在小组里面 所以我们透过小组长 我们有很多的沟通的平台 你千万不要说 牧师我是很open的人啊 随时有人可以 我都很open啊 很敞开 别人可以跟我讲任何事情啊 没有 不是你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问题是没有人会跟你讲的 作为一个leader 我们最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感觉没有人会跟我讲的 我这么多年做领袖 我就知道 OK 你做在领袖的地位上 没有人会跟你讲任何事情 真的 我们是非常被 你只要做leader 你就是非常被isolated 大家只会跟你讲 好话 大家都怕伤你的心 大家都怕你难过 不好的话 绝对不跟你讲的 有意见 你说不好 所以你不要麻烦牧师 不会讲的 你没有那种沟通平台 没有人会直接跟你讲 没有人会跟你讲 你根本不知道 教育发生什么事情 做主任牧师 说老实话 你就必须有沟通 你就不同的沟通平台 层层的沟通平台 你才发现 才会回到你这里 嘿牧师啊 发生这件事情 有些地方 有这样的反应 有这些需要 你才听得见 不是说你不够open 无论你多open 都没有人会跟你说话 你做领袖 你就明白 你将来有一天 你就明白 你是非常孤单 全世界最孤单的人 就是你 领袖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建立沟通的平台 让有管道 跟不同的人讲 这些人慢慢传 才到你的耳朵了 所以我们来沟通 是很重要的 教会如果没有 这种沟通平台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 没有沟通平台的话 就gossip很多嘛 gossip很多 因为没有正确的管道 把消息传递的话 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就乱讲一通嘛 如果正确的 消息管道进来的时候 他就没什么好讲的嘛 为什么有闲话 就是因为 没有正确的消息 才有闲话嘛 如果正确的消息 哪有闲话 没有闲话了嘛 如果你没有这种 正确的沟通平台 闲话就很多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 真正能够收集到一些 正确的教会的关系 跟资料 所以沟通是问题 当然是问题 多半的教会问题 是沟通的问题 沟通的问题 第四 教导的问题 很多时候是教导的问题 因为很多其他教会 跟我们的教导不一样 你有发现这件事情 别的教会 跟我们的教导不一样 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呢 面对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牧师的 你一定要明白 就是说 我们的教导 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 很清楚的 执着于神所托付你 很多人说 林良堂是灵恩派 我从来不去辩论 是不是灵恩派 我只是讲很清楚 神给我们的教的意象 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I don't care 是灵恩派不灵恩派 我不讲灵恩派不灵恩派 我讲要建造神 神给我们的托付 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当然包括四方面 我会讲到敬拜赞美 讲到圣灵的更新 讲到小组教会 讲到全地的转化 讲到跨文化的宣教 讲到社区的服务等等 那神给我们的托付建造 我强调是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你看是不是灵恩 是你的事 不是我的事 很执着 我们教会就领受 建造神荣耀的教会 你很清楚地教导 很清楚地教导 有人等候主再来 天天在来 坐在安静等候 我们教导传主福音吧 传主的福音 主耶稣很清楚地讲 当然福音传遍到地基 耶稣就再来 很简单 你要加速耶稣基督 再来的脚步的话 最好的方法 快点传福音 福音传遍地底 耶稣就立刻再来 不必在那边 一天到安静等候等候 我不会说等候不重要 而是说 有些人安静等候 什么都不做 就像初代教会 保罗说那些 在山上等候耶稣再来的人 说不做工就不准吃饭 不是吗 保罗就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看一看 怎么样要主再来 就是传主福音嘛 赶快传福音 主就再来 还有很多啦 对对对 那就尽量传嘛 主还没再来 就表示要尽量传 很简单 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地基 我已经传到很多地方 尽量传就死了嘛 可见的还没有到嘛 很简单 那有些人 特别是建堂的时候 请问要现金奉献了 还是贷款 哦 这是属灵不属灵的 很厉害的一个问题 哇 你一贷款就很不属灵 人家属灵的交易都 cash奉献了 你怎么办 我自己也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教会贷款了 都在贷款了 怎么办 很简单 我就常常跟弟兄姐说 我们教育最重要的 不是建堂 我们最重要的是宣教 神托付给我们宣教的使命 我绝对不会让建堂工作 任何建堂的工作 耽搁我们宣教的事工 我也不要你好像倾家荡产了 全部都搞完了 就从没奉献的建堂 然后我们没钱宣教 没钱弄了 这错误了 我们一定无论如何 我们要宣教 宣教为首 然后我们再做建堂 所以你不要一天到晚把 一定要把cash弄在建堂上 我们没有任何钱来做其他事情 所以我觉得贷款很重要 贷款能够帮助我们 因为建堂也能够建 而且我们有足够的 大家都有足够的款项 可以继续做宣教 不然你怎么做宣教 你一做建堂就不可能宣教 但是当我们贷款的时候 就容许大家也可以 全心全力宣教 同时也可以建堂 让弟兄姐姐解释说 不是属灵不属灵 而是贷款也很属灵 我常说贷款也很属灵 要开始讲这种道理 教导 因为别的教会跟你就很不一样 这大家都会问的问题 特别我们教会 大家多少人challenge 我们的走向 我们的做法 你就必须教导 教导让弟兄姐姐能够明白 为什么如此走 第五 形象的问题 这很重要 其实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 image太重要了 形象太重要了 什么是形象 形象不是真实的你 但是却是别人以为的你 这是形象 image是别人认为你是怎么样 在教会有非常严重的 image 形象的问题 你知道是我们很少注意到 就比如说当我们搬到 2003年 当我们搬到我们现在的教堂的时候 很大一个building 我刚刚讲了 当时因为我们没有钱 把所有的都是变成 所有本来设计很漂亮 圆的都没有变成方方正正的 你知道 因为方方正正的最便宜 在所有的建筑上 你有任何弧度都非常贵 然后没有钱 通通切成白墙 所以一开始 弟兄姐妹一进了我们新堂 大家都觉得不想留在教堂 大家都赶着要走 觉得这也像冰箱一样 然后说我们这里像衙门一样 然后我心里想什么我们叫像冰箱 他们真的说出来像冰箱像衙门 进来 他们很难过 怎么会像冰箱像衙门呢 那我们就想很久 有一次我把所有的事带出来 我说为什么传出来 我们像冰箱像衙门一样 然后我们讨论了很久 我发现第一个这么大一个教会 这么高的建筑全是白墙方方正正 不是到像医院一样吗 像冰箱一样吗 真的是这样 难怪很冷冰冰 大家上回赶快走都不想留下来 一点都没有很温暖的感觉 第二个 因为我们教会那是汽水工厂嘛 当时买下来 所以聚会那是原来的工厂 办公室它是放得很远 所以我们的童工都躲在很远的地方 拼命很辛苦在工作 可是这边都没有人在这里招呼 所以他们竟然都觉得 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找教会的童工 就像衙门一样 觉得很不friendly 后来我们知道 OKOK 这样不行 我们改变一下 我们第一件事我做的 把教会所有的墙壁重新游戚 五颜六色的 紫色 黄色 绿色 然后一竟然 哇 我们教会是很彩色 很温暖 第一个把它改变 第二件事情 所有的室戴礼拜天 通通弄出来 掉出来 全部站在门口 我找鬼头 大家问候大家 所以我在前面排 所以大家 觉得很亲切 现在耶稣还早啊 不论 我觉得不再像衙门 这个童工就在前面了 问安啊 牧师就现在前面问一下安 就马上就觉得 马上image改变了 其实童工都是一样 只不过只做了两件事情 游一下漆 把这个童工排到前面来 礼拜天全部排在前面 大家问安 突然间就没有冰箱 没有衙门了 你看 就发现很多事情就是形象的问题了 有些很多时候一些事工的突破 没有那么快 没有想象那么困难 也不仅是属灵征战 太多时候你以为属灵征战不是 H教育很多问题都不是属灵征战 我看有时候灵恩派的教育也是太神秘兮兮的 我都觉得已经都已经根本很 common sense都不懂啊 就拼命觉得是属灵问题 不是是常识的问题嘛 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就非常 easy to solve 可是你却不去寻求一时 以为一时属灵征战 那就很麻烦 很麻烦 搞得大家都神秘兮兮 不知道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看见 你一定要搞正确归类 把问题正确归类 然后你才能去解决 才能解决 第三 要与同工寻求共识跟解决的方法 这很重要 就是知道问题了 看到问题了 也知道问题正确的归类了 那我们就跟同工在一起 怎么解决呢 这一切都是我们教会 一直处理的方法 都是每一次我们在一起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问题发生了 我们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解决 Again 一定要学习聆听 不要以为你有答案 一定要学习聆听同工的声音 从同工那里能够反映出 会众的声音 一定要学习聆听 我已经讲过 Donald Trump做总统 其实很重要一件事 因为他听见人的声音 当你听见人的声音 就抓住人的声音 很简单 我们看同样在教会也这样 你是不是听得见会众的声音 听见会众的声音 你就能够抓住会众的声音 就能够发出会众的声音 所以透过同工听他们的声音 同工会反映会众的声音在你身上 然后我们就能够发出 然后我们就能慢慢找出一些解决的方法 第四就是勇敢地突破障碍 不要逃避 不要逃避 逃避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 跟你朋友说逃避不能解决问题 我已经讲过逃避的结果问题更大 一定要面对现实去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接下来讲的很重要 团队跟士气很重要 团队跟士气是很重要 解决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看见士气是非常重要 你知道军队 我常说军队打仗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士气 团队打球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士气 你看见任何团队在开始要打球的时候 你看教练把他们get it together 然后就叫上 干什么 提升士气 可是教会呢 教会是一支属神的军队 对不对 教会却是全世界最不注重士气的军队 最不注重士气的军队就是教会 在教会里面 无论做得再好 都没有人鼓励你一下 称赞你一下 一称赞你 觉得你不属灵 称赞别人 不属灵 在教会里面 只要你做错一件事情 千夫所指 无疾而终 这就是教会 你做得好 都没有人appreciate 只要做得一次不好 你就完了 我就发现 教会真的是 一个最不注重士气的地方 我看了有些教会 斯班唱的 好好 哈利路亚 阿们 我很想鼓掌 不能鼓掌 鼓掌是将荣耀归给人 突然间在那种 这么美丽的气力 正在呼唾 哇 冻结在那里 好难过 你不觉得 将在那里 你知道吗 哦 我觉得这才是消灭士气 最 这简直就是消灭士气的一个 一个最可怕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本来应该这么值得 其实荣耀神也谢谢这些师班 不是很好吗 但是说不可以 啊 我觉得真的是 就我觉得让人就很难能够全然伪生来 来释放 我常觉得 士气一定要提升 做主任牧师 我告诉你 最重要一件事情 很少人讲这件告诉你 做一个主任牧师 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要明白教会的士气 如果现在的士气 你要明白 现阶段你教会的士气在哪 士气高昂的时候 哇 你可以推动士工 很容易推动 士气低的时候 千万不要随便推动士工 绝对不会成功 士气低的时候 要打气 重新建立 把士气提升 然后士气高昂的时候 再重新推动士工 所以一个主任牧师 一定要明白 你现在教会的士气是如何 你在正确的时候 推动士工才会有果效 怎么样提升呢 第一个 小成功应到大庆祝 小成功应到大庆祝 常常鼓励 常常鼓励你的会众 我常常觉得牧师一定要鼓励会众 我最喜欢赵雍基牧师讲的一个例子 他讲到 有一次他的儿子这个考试 成绩单回来考个三十分 哇 他一看三十分 哪个孩子可以笨到这种地步考三十分 气死要赶快要骂他 怎么可以考三十分 正准要骂他孩子的时候 忽然间有个经文进来 不要惹儿女的气 OK 不要惹儿女的气 他就在儿子说 孩子啊 你能够考三十分 这难能可贵 但是他下一次 可不可以考三十五分 不要多三十五分就够了 可以吗 他说从那天开始 他孩子没有考低过六十分过 鼓励太重要了 不要一天到晚责备你的会众 我看有些牧师很奇怪 一天到晚责备他的会众干嘛 你的会众是你所有的资源 你知道吗 你的会众就是你最大的资源 如果你一天到晚责备你的会众 你什么都没有了 They are all you have 他就是你最大的资源 要鼓励你的会众 不要一天到晚定罪你的会众 埋怨他们不忠心不顺服 我听那些牧师讲的话 都好可怕 我是为什么我早走了 怎么会留在那里 你一定要鼓励他们 我要劝告你 如果你是做主任牧师的话 在教会多拍手吧 拍手太重要了 拍手能够制造一些快乐的气氛 一些士气的提升 难道我们教会什么时候都拍手 我们一天到晚拍手 主任总会拍好多手 祷告完了也要拍手 报告完了也要拍手 什么都要拍手 祝福完也要拍手 通通要拍手 为什么因为拍手太重要了 鼓励士气提升 所以多拍手 当然新人来都拍手 大家都拍手 可是任何都走 多快乐的事情 从头到尾都很快乐 要鼓励提升士气 教会里面你要鼓励 谢谢是义工 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 都是谢谢是义工 无论是儿童部的同工 小组同工 我们都有不同的一些聚会 以前我们还有义工之业 现在人太多 没办法再办这种聚会 我们义工之业的话 牧师全部穿着礼服 来招待所有的义工 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 我们谢谢他们 然后我们做麻菜给他们吃 然后他们还消遣牧师 有些娱乐牧师的节目 让他们觉得看得很放 义工之业 现在人太多了 没办法再办这种聚会 可是以前我们就是这样 小成功大庆祝 我们谢谢义工 每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 谢谢 就觉得好 so proud 我们在这个团队 哇 觉得很骄傲 我觉得这是 千万不要也觉得 这是好像 其实人需要鼓励 就这么简单 人需要鼓励 为什么很多人 不愿意参加侍奉 为什么每次 都兴趣缺 因为缺乏鼓励 没有士气 如果士气被提升 大家都想来参加 哇 参加的团队真好 我也想参加 就是士气提升 鼓励 多鼓励 我们就看见 其实当你越多鼓励的时候 人们越多愿意来参与 做主人牧师很重要 就是一定要培养这个士气 培养这个士气 Amen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简单几个问题 我五分钟可以问一下问题 看有没有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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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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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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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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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